人造卫星的军用化 往故随着航天时代的到来,人造卫星的军用化是不可避免的。 各国为了在战争开始后,能够破坏敌方的各种卫星,使敌方彻底变成龙子瞎子,纷纷粘制了专门用来击毁卫星的武器。 最早论证使用导弹击毁敌方军用卫星的国家是美国,走过核导弹反卫星的武区之后,美国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成功使用F-15战机,搭载常规反卫星导弹击毁了一颗位,于近地轨道的军用卫星。 直至今日,一些大国纷纷实验成功,并装备了自己的反卫星导弹系统。 一向不甘落后的印度,也开始了对本国反卫星武器的研制。 近日,印度的反卫星导弹完成了试射。 据环球导员印法新社的消息称,3月27日,印度总莫迪发表全国电视讲话,称印度空军刚刚成功进行了大号维莎克提使命。 Mission Shakti的反卫星导弹测试,击落了一颗预先确定的低地球轨道,L1卫星。 据悉,被击落的卫星,位于离地300公里的轨道。 综合多家印度媒体的报道,为宣布这一重大消息,莫迪周三早早的就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,发表了一份令人十分意外的声明,称他将在中午11点次15分至中午12点,向全国发表重要讲话。 可见莫迪对印度此次反卫星导弹试验的重视。 莫迪在电视讲话中强调,这次反卫星实验,是确保印度安全、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重要一步。 莫迪在讲话中称,印度已经成为一个太空超级大国,仅次于美国、俄罗斯、中国,位列世界第四。 同时还稍有借势的保证印度的反卫星能力,不会被用来对付任何人,而纯粹用于印度的安全防御计划。 我们反对在太空中使用武器,这个测试不会违反任何国际法律或条约。 然而,据印度军方人员透露,印度的反卫星导弹,只能威胁到有限数量的敌会呈向真长卫星、小型导航卫星,对位于更高地球轨道的高价值战略卫星,印度的反卫星武器,对其无能为力。 而且在拥有完整卫星网的各航天大国面前,即便损失若干数量的敌会的卫星,对于整起卫星网的功能发挥,丝毫不会受到影响。 有意思的是,在莫迪发表完电视讲话之后,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了一段声明,垂直拥有的太空军事能力,让人想到唐吉和德对抗风车,并呼吁世界各国,遏制太空军事化行为。 而且由于印度反卫星体系建立不完善,受制于印度空军提前探测与追踪敌方卫星能力的缺失,其反卫星导弹在战时很难发挥作用。 而且印度这次实验的实际数相对较为简单的直升重机式导弹,即使是在低轨道活动的航天器,其实际危险也非常有限。 而且这一次反卫星试验产生的残骸碎片,将会严重威胁到今后一段时间印度发射的低轨航天器的安全。 尽管气象、通讯、侦查等等真是情报收集的重要组成部分,现在都可以通过各种卫星来实现。 但300公里这个高度,是很多先进的反导系统,都能够达到的性能耐反导高度。 印度的反卫星实验,很有可能是在回应前几日巴基斯坦热军事所需要的武力,同时在印度大选前给自己增添码码。 但这一次预期说,印度是在展示自己的反卫星能力,倒不如说是展示一定的高空反导能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